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在案子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 杜志勋被迫把黄玉找回来 不管他有多么反感这个人 他是目前谨慎的线索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 杜志勋默不作声 也不跟顾宗泽说话 谁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期待什么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利用最先进的DNA检测设备 一小时之后 刘飞的化验结果就出来了 他拿着实验报告 回到专案组办公室 对杜志勋说 经过化验比对 黄玉拿来的这份血液样本 与碎尸现场发现的血迹 是同一个人的 只是还无法确定 是那个私家侦探的血 还是黄玉所说的 另一个男青年的血 这就已经足够了 至少证明黄玉并非凭空捏造 他所描述的事件 与碎尸案有直接关系 旁边的顾宗泽双眼已经发光了 问杜志勋就说 那丁肩怎么办 要不要我 杜志勋知道他什么意思 先不要行事动众 我让人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他本来不也是专案组的顾问吗 之前事情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合适 我们得先稳住 顾宗泽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感觉杜志勋有点袒护丁肩 这也难怪 上次柳飞出事 他也极力袒护 才保住了他现在的职位 外表上真看不出 这个不够言笑的家伙 还真是一个鼓道热肠的人呢 一个多小时之后 接到电话的丁肩 还车从影视基地赶过来 杜志勋对他的态度 还像往常一样 给人感觉 就好像请他来参加分析案子 只是其他人都心知肚明 大家谁也没有表露出来而已 杜志勋倒是真把 刚刚发生的碎尸案 详细地讲给丁肩 这一切几乎都在丁肩预料之中 他也没有多问 倒是对那块碎尸拼图 很感兴趣 杜志勋说 正像你之前猜测的 那块拼图 恰好能与之前两块拼图 凑成一个整体 我们已经在拼图上 找出了隐藏的图案 是一个兔子的头像 兔子 丁肩一正 加上之前找到两个图案 放在一起的含义就是 我爱兔子 我怀疑这个兔子 代指的就是温馨 凶手使用了拉杆香碎尸案的手法作案 温馨的绰号又正好是兔子 我相信这不是巧合 是有人故意为之 杜志勋的话 让丁肩毫无准备 立刻僵硬在那里 一动不动 那块结痂在心头的伤疤 他再次被撕开了 杜志勋说 这期碎尸案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 凶手象征性地选择了 当年的拉杆香碎尸案的手法 一步步把我们拖到他的犯罪谜题之中 最终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他是在想温馨制衣 如此复杂的犯罪手段 给出了如此简单的答案 对此 你有什么想法吗 丁肩虚弱地摇里摇头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 我认为凶手对温馨应该十分了解 不排除是他的熟人 甚至是曾经迷恋过他的人 而且凶手对当年温馨遇害的具体情况 也是很清楚 这就意味着 他要么是我们警戒内部的人 要么他跟当年的碎尸案 有着直接联系 让我不解的地方是 他为什么突然现在出现 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我很难相信 他这么复杂凶残的作案 只是为了这么简单一句表白 他所隐藏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呢 丁前叹了口气 我也很想知道 我和温馨认识 是在他上班之后 他过去的老同学叫他兔子 我后来也叫 那个时候 没太注意他身边有没有清没他的人 至少我是没有发现 至于他学生时代经历 就不了解了 你跟那时同学 有时旧相识 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丁前说完之后 杜志勋沉默了几秒钟 我仔细回想过 温馨学生时代 一向比较外向 朋友也是很多 人长得漂亮 喜欢他的男生 也是大有人在 他曾经交往过两个男朋友 后来也都是和平分手 没出现过什么矛盾 温馨工作之后 就没处过对象 身边也没有这么一号 迷恋他的人 你是他唯一一个男友 话说到这里 两个人一时间都陷入沉默 顾宗泽这时候走过来 对丁前说道 丁医生 要不你先去看看两个目击者吧 听说你擅长催眠 你跟他们聊聊 说不定能让他们想起凶手的长相呢 我试试吧 不过一般来说 恐惧是不会让人记住凶手长相的 目击者既然能够完整清晰地附属出事件经过 只要是见过凶手长什么样 就不会忘记 顾宗泽随口嗡了一声 转身出了办公室 过不多时 那个书着墨西干头型的发型师 带进办公室了 他只能指坐在杜志勋临坐的丁前 对罗奇说道 这位就是丁医生 你们好好聊聊吧 罗奇小心翼翼地走到丁前面前 略先紧张地望了他 丁前让他坐下 他慌慌张张地在旁边椅子上坐下 然后往后挪了挪 丁前习惯性地引导到往下说 随便说说就好 你就简单地讲讲安静经过吧 罗奇之前已经讲过数遍了 复述起来很流畅 不过他的眼神总是有些飘忽不定 不时地偷偷打量丁前 发现丁前注意他时有急忙躲闪 顾宗泽来到他的身边 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就说你不用紧张 想起来就是想起来 没什么可怕的 罗奇回过头对他说 可是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脑子浑浆浆的 怎么会呢 你之前不是记得很清楚吗 冷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 顾宗泽按在罗奇肩膀的手 不自觉微微用力 可是 可是 丁前打量着罗奇和顾宗泽 忽然一声冷笑 原来是找目击者辨认 我是不是凶手啊 直接说好了 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他突然戳穿两个人的演戏 气氛顿是无比尴尬 中围的人一时间也都不知所措 顾宗泽见事已至此 索性对丁前说 丁医生 我们也只是公事公办 但毕竟大家之前都认识 直接把你找来对质 怕面子上裹不去 我们也是替你着想 才用了这么一个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